整木挖制的黄花梨潮珠河 斑驳残佐的黄花梨长凳 金弓细作的紫檀笔筒 哪件的描述符合事实 梅兰峰的书画 谢之柳的花鸟是否都是真迹 葛宝人现场牵测 一把银头小铠的承扇 是否真由老虎胡须写成 一件清乾隆的雁瓶 价值又待几何 一锤定音与您一同揭开谜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欢迎各位来到《一锤定音》 我是朱亦 首先欢迎今天坐在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 欢迎李学伟先生 欢迎关毅先生 欢迎杨宝杰先生 欢迎杨宝杰先生 欢迎三位 我们也再次欢迎 再次来到我们节目的 为本场提供奖品的艺术家 高级工艺美术师 王立新先生 欢迎您 我们特别欢迎王大师来 因为您每回来都给我们好东西 今天给我们拿来一件非常精致的奖品 请您做个介绍 这个是我精心唱作的 右下五彩的这个《金色的老虎》 这是工笔洞彩的作品 通过蔡府员的写声啊 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精心的唱作的 把这种老虎的 符符的声器把它发出来了 好 谢谢 谢谢您的亏赠 好 那么今天我们用来计分的古代钱币是什么呢 请看短片 聊大康通宝 聊国道宗耶律宏基大康年建筑 面文大康通宝四字楷书 前文俗书制作不经 常见品种目前市场价格500元左右 今天美达对一集 声后将会出现一枚聊大康通宝 话不多说 进入今天的第一件宝物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淡黄花梨潮珠河 高14厘米 直径23厘米 通体轻素 纹理归美 宛如蓝光侠影 自然动人 整件潮珠河看似减速 但实则工艺极为讲究 河盖之面 边缘起蓝水线 内饰阳线两道 起翘而立 口颜岩石 上下一起阳线 线河两扎 已显宽厚 至诸其内 起河而观 则珠光宝器一世盛辉 好了 第一件宝物 这是一件号称清淡黄花梨潮珠河 没有潮珠 光是河 我们有请保主 李永平女士 欢迎 李女士 您好 有点错觉 还以为您的迷上来是中国国际时装周 李女士 您来自什么地方 我来自北京 有这东西一般都在北京 是吧 这个是潮珠河 家里祖传的呀 对 是黄花梨的 没错 但里边没有潮珠了 一般拿它放什么呢 我小时候的时候传过来的时候 好 这么漂亮 当时放过糖果 后来才知道 这是这么贵重的物品 黄花梨的盒子放水果糖 这吃个水果糖都有黄花梨的滋味 是吧 这也挺好 您觉得它现在能值多少钱 我觉得值150万左右吧 150万左右 好 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看法 清代黄花梨潮珠河 这个说法有没有问题 1号 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说法是对的 是潮珠河吗 它这里面的形质里面 加了个内衬 那是潮珠的形式 但是潮珠河是会不会太高了 我觉得它最起码是一个黄花梨的盒子 然后肯定不是装糖的盒 这个中间有个轴吧 一圈一圈的 是吧 对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潮珠盘在里头 4号 我觉得两个字 扬眼 会肯定这是那盒上的 五瓶以下的那个盒用不着 他没资格用 对 应该是那个三瓶四瓶 李昌五那个盒用的东西 5号呢 我觉得它是这个潮珠河真品 而且呢 阳线起的非常挺 而且这个包姜灿然 应该是在家里经常这个盘完 所以说是我觉得是一件开门的老东西 对对对 她经常拿她那个装糖嘛 那盘完的机会可多了 您小儿一天吃几块糖啊 你看我长这么高 特别喜欢吃糖 我特别想跟您说 我长这么高也是因为经常吃糖 缘分啊 好了 请各位做出选择 认为保主所说 这是一件清代黄花梨朝珠盒描述正确 选一 如果认为她说的有一点不对 选二 请 好了 我们看看各位的选择 请看 所有人都认为 清代黄花梨朝珠盒说的完全正确 接下来我代表关毅先生宣布 这件所谓清代黄花梨朝珠盒 看关毅先生表情啊 其实 描述 正确 各加一分 恭喜各位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 是吧 这个东西呢一看呢是大开门 这是官制的东西啊 这个首先黄花梨在清代的时候 也已经非常珍贵了 尤其是到乾隆那个时候 黄花梨呢已经非常稀少了 而且呢这个朝珠盒呢 和普通的朝珠盒不一样 非常的硕大 而且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这个盒子上下它是一块木的 整个是用一个石心木掏出来的 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一般咱们都知道 那个树空了以后 这空心怎么办 咱们就把它做成笔筒 做成这种盒子 是借着那个树空心 但是这个能够看到 上边的盖和下边的身子之间 这是一体的 是完全从树中间一木连做 中间破开 然后掏出来的这个堂 所以它珍贵珍贵在这个地方 所以是一块非常开门的 黄花梨的 清代的朝珠盒 居然是用整块木料掏出来的 刚才您说150万是吧 我说150万左右 左右 高点不更好吗 那是 150万云 我们来听听大家的看法吧 王大师 您觉得150万合适吗 我觉得还偏低了 应该才230万左右 4号听着指点头 您同意啊 差不多 保主咳嗽了都已经 你们稍微顺着点说 是吧 1号你觉得 我觉得说高了 说高了 它毕竟还是个盒 然后还有很多大件的黄花梨家具很珍贵 但这个盒虽然光老师说了很珍贵 但是我觉得还是就是个盒 所以我觉得没那么贵 应该是在几十万左右 好了 请各位输入 你们认为专业机构会给出的估价 好 各位我们来看一看 6位独宝人刚刚做出的估价 请看 1号36万元 2号20万元 3号68万元 4号110万元 5号10万元 6号85万元 刚才说的好像不这样啊 是吧 突然这最后就都这么节约了 我们问一下出价最少的10万元 5号 这种这个超出盒以前拍卖记录 一般的话成交价都带几万块钱 但是这个呢 那个咱们专家老师刚才说了 因为它是整块抠出来的嘛 所以说给它价格高一点10万块钱 要不然还到不了这处是吧 是 它属于是制作工艺和材质上还比较特殊的 是的 您觉得5号朵宝人这个水平怎么样 我觉得水平蛮高 但是价格真的不像你说的那么便宜 金刚钻虽然小 但是特值钱是吧 应该是这样的 您这比方比的多好啊 是不是 是吧 50克拉的一个 是吧 那也才多重啊 对吧 就是之前 是这样的是吧 您不要说我们夺宝人他比较抠 我们这两家机构啊抠中抠 接下来我们看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对于李永平女士带来的清代黄花梨潮珠河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200万元 4号最接近 4号加一份 这两家机构在特别抠的情况下 还能给出这样的一个价格 充分显示了对这件宝物的认可 大家其实没仔细看这个盒子啊 你就从这个打挖起馅 还有这种做法上 这不是普通人用的抄筑盒 这是皇家的东西 咱就看那里衬啊 这里衬这个明黄 虽然它已经颜色退了 但是你看到这种里衬 它这原封的里衬 这是皇家的东西 这么大的料 这种做法啊 上下你看那个花纹 这个字幕口全是能对应起来的 而且一块料 把整个石心的这个黄花梨 这样一点点掏出来 就冲这个做法啊 这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抄筑盒 这属于叫上品中之上品 所以这个才给的这个价格 好 谢谢关先生 好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再见 汉方湖是紫沙湖中历史最悠久的传统造型之一 流传其造型源自汉代同方 故才名曰汉方 保主认为这是件明代汉方湖 湖身呈长四方形 四面微骨 方管状湖流 以四分之三瓶贴红 以四分之三瓶贴糊身 扁状糊瓣 乔式扭 糊盖吻合 口盖紧密 整件器型制作规范 线条柔和圆润品相极佳 那么这件素面的汉方湖 真的是出自明代吗 好 好了 看完了这个短片 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号称 明代汉方湖 这个名称 各位觉得描述是不是准确呢 我们听一下六号的看法 您觉得怎么样 它是一个实用器 如果要是明代保留到现在 明代 不是太容易 我认为它不到明代 吹牛呢 是吧 不太可能 我觉得它也不应该是明代的 不像明代应该有那种古朴的 那种感觉 我觉得就首先这个湖太小了 这个明代的湖普遍都大 再一个就是那个沙 那要是明代的话 就感觉那个沙里面 还有那颗粒感很强 这个不是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新的 过于细腻是吧 这就是个新的 好 请看各位的选择 挨着王大师的两位认为他对 远离王大师的四位认为他不对 王大师您认为他对吗 我觉得这个造型非常古朴 应该是对的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杨宝杰先生宣布 明代汉方胡描述 正确 三号四号加一吨 恭喜 杨老师脸上浮现出 欣慰而尴尬的笑容 大家伙呢 可能都认为这个不对 第一做工比较粗糙 第二这个沙纸看着也不好 不像现在做工那么细 但这件藏品呢 底下有一个款 有个印记 有个印记 没让人看吧 是吧 那个款 镇江博物馆有一点 这个款落的是谁的名字呢 是一花款 花牙款 镇江博物馆 1973年出土了一个 残的 就这跟那同款 它具备明代典型特征 对 还带一个直接参考的款 对 那这得值多少钱呢 我们来看各位的出价 请看 一号98万 深受杨老师启发 直接照一把万来 对吧 这是明代的东西 是吧 当然也有低的 是出于6万 就是一喝水的 这么一小东西 那还能给多少钱呀 它又没有什么 苗个什么东西也没有 反正要是我也就这家 真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本来不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对明代汉方湖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15万元 陶明龙 王燕光 各加一分 15万元 其实我觉得都低了 我觉得也低了 是低了 因为这个明代汉商 就是汉方湖的食物 很少捐到 镇江博物馆是一标准器 人家是残品 还是个残的 对 所以这个呢 应该是一估品 所以这个价格呢 应该是生物潜力非常高 所以这个来讲呢 就稍微做的粗糙一点 但是从紫砂口历史来讲 意义非常大 所以这个价格 我觉得有上升空间 嗯 谢谢 头两件 可能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 头两件描述都非常准确 那么第三件呢 梅兰芳 这位二十世纪中国金剧艺术大师 同时也是画家和书法家 他的书画作品 以人物花鸟居多 风格轻力秀雅 神行兼备 书法自以行凯为主 保主认为 这幅《无量寿佛》 正是由梅兰芳铅作绘 公笔彩绘达摩 细腻传神 小凯书写了整篇 《波尔波罗蜜多现金》 秀气工整 提拔处书有佛弟子梅兰芳 梅兰芳铅 当为梅兰芳先生的清新之作 那么这幅《无量寿佛》 是梅兰芳先生的真迹吗 哇 这个厉害了 梅兰芳先生所作 《无量寿佛图》 梅兰芳先生在书画方面 有什么样的造诣啊 这个历史啊 我们请李崔卫老师先介绍一下 梅兰芳先生大家都知道 是五国著名的京剧表演大师 但是他也是书画家 从师王孟白 而且呢跟齐白石 陈思征 陈半丁 作为交往甚深 在书法绘画方面 也有很高的造诣 好 谢谢李老师的介绍 六号 您觉得这个对吗 我感觉 因为我也是 有时候写写字嘛 您是业内人士 不敢说 不敢说 感觉这个小凯啊写的不错 但是跟梅先生的风格不一样 不是梅先生的字体 对 这个小凯的风格呢 更接近现代的一些作品 比如李学伟老师 不知道对不对啊 李老师 好 六号认为字体不像梅兰芳先生的字体 三号肯定会给不同意见了 按照之前的这个习惯 是吧 我觉得这字还挺好的 我是觉得字好 这画呢 因为刚才就是看了一下他那个手指头 我老觉得那手指头反正 那手指头感觉都缺了一块似的 然后那个脸的那个比较沉重 神情比较沉重 也还行吧 其实我觉得开脸跟王大师特像 王大师 其实这是一张你的像啊 这个服饰啊发型啊都一样 都一样 他这个造型也非常古朴 你看梅先生他那个无量受火 他是百味的这个卫碑的这个笔法 这个小字呢 是那个唐凯的这种精术的笔法 这是两种字体菜一块 应该是这个梅先生的精心之作 王大师认为这个对 您是不是有一种照镜子的感觉 经常也在这个灯下啊 在苦撕一些东西 就是这个状态啊 好 我们来看各位的选择 哎呀 王大师 所有人跟你意见都不一样 所有人都认为这是赝品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李学伟先生宣布 梅兰芳无量寿佛图精 李老师鉴定 确认他是一件 尾座各加一分 首先我们说这个字 这个字上啊 你看这个无量寿佛和梅兰芳落款呢 这个写的是接近梅兰芳 这明显是照着梅兰芳真迹写的 但是周边这个心经 明显就是随意写的了 这完全是当代 就是当代人的书题 梅兰芳先生呢 他小凯有一点这个 这个谭恩写经的那种风采 但是这件作品完全没有 而且呢 心经写的是现代人的气息 这个而且写的还不是特别好 再一个这个画 这画应该是有一件 梅兰芳画过的本子 但是线条比较生硬 梅兰芳呢 无论是画观音 还是这种打磨 无量寿佛 一文的线条非常飘逸 特别讲究 好 谢谢李老师 在上世纪的京剧舞台上 卑微四大名诞的梅兰芳 尚小云 程燕秋 巡慧生 不仅是京剧表演艺术大师 而且他们在书画领域 也有各自的艺术特点 梅兰芳擅长人物 花卉 山水 其作品清丽秀雅 神行兼备画如其人 早年花卉师从王孟白 汤迪 人物画师从陈诗增 姚芒妇 以后又受齐白石的影响颇深 书法功底深厚 以形楷书为主 小楷尤精 尚小云自幼喜爱书画 曾得到众多名家的指导 如陈诗增 姚芒妇 康星北 蒲心渝 王孟白 王雪涛 闫伯龙等等 擅长松 蓝 竹菊 灵芝等花卉 兼集山水 作品洒脱大方 韵味独特 陈燕秋生平雅号书画艺术 早年从著名书画家汤迪 学习丹青和书法 画艺书艺大界 尤其是书法 后来又得到罗英公的指寿和影响 苦学卫碑 其字字迹刚健 格调高端 美颜俊秀 寻慧生二十多岁时 就拜吴昌朔为师 他擅长青绿山水 青绿山水色雅而不艳丽 山石飞铺 村擦点燃 结合法度 根植传统 由于四大名诞的知名度极高 他们的字画自然也成为了 各路藏家们争相玄秘的目标 从历年来的拍卖记录来看 梅兰芳的作品 可谓一枝独秀 无论是成交价还是成交数量上 都为四大名诞之最 其次是上小云和寻慧生的书画作品 而程燕秋则是书法最受欢迎 旅有成交高价出现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一锤定音 第四件宝物 就在我面前 这个我看了一下名称啊 我就决定我的椅子不用拿上来了 因为它的名称叫 明代黄花梨 双人长凳 抬上来之后我才知道我上当了 缺东西 没法 对 坐上去就陷进去了 少了一块板 这个要问一下关毅先生 这个凳子面上这块板它叫什么呢 就叫梯啊 龙梯那梯 对啊 硬板的叫硬梯 你看这个是软梯的 原因应该是藤席 藤的 藤的 就叫藤梯 或者也叫藤席软梯 这个木头能留好一百年 那藤席有的 它留不住 它坏了破了就拆了 可惜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没法做了 这是明代黄花梨双人长凳 这是宝主的说法 来 我们看看各位的选择 来 请看 一号和五号认为对 二 三 四 六认为不对 我们问一下六号 为什么不对 它不就是缺点东西吗 黄花梨是非常名贵的 它这么长时间 它应该给这个修理一下 清理一下 什么痕迹也看不出来 就是有点不拿它当东西了 是吧 对 是从保管使用的状态 六号认为 这不可能是黄花梨 五号反驳它 正是因为这个状态 我才认为它是明代的黄花梨 它肯定会有一定的这个 使用痕迹 经过这个风吹雨打呀 肯定会有一些痕迹在上边 所以说我判断 它是明代的黄花梨真品 好 接下来我代表官毅先生宣布 这件号称明代黄花梨双人长凳 描述 错 二号三号四号六号各加一分 我们请关毅先生讲解 请 这个东西啊 到不了明代 仔细看了一下 这黄花梨是黄花梨 是黄花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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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月黄 不是海黄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 这东西的正确的名称呢 这东西应该叫春凳 春天坐的凳子 很多人一说春凳 大家就想笑 这过去这个明代有本书 叫《西元杂记》 这里边明确的记述 这春凳还就是春天的凳子 它这个春天啊万无复苏 这人呢要浇油 要春游 春游这在古代叫什么呀 叫寻方 也叫踏青 那你这寻方踏青的时候 就得有这么一凳 你得带着 这个凳到今天呢还在用 大家住宾馆的时候 那床前面都能有 那么一长条凳 那就是咱春凳 从自古流传到今天的 为什么床前面得有这么一凳 这方便呀 你这个换衣服的时候 咱就说 刚从外边进来 你穿那脏衣上 往床上就坐 它不卫生 床前面隔一凳 您在那换了睡衣 您再上那床 这样的比较卫生 也比较讲究 嘿 原来是干这个用的呀 这是一方面 另外这在古代是一重要的 这都是娘家人做的 陪嫁 娘家这个嫁闺女的时候 那娘家是送那个陪嫁 那搁在什么上去搁在这春凳上 然后贴上洗字给绑好了 由这娘家的送亲队伍 抬到婆家 将来呢生了小孩以后 这凳子呢还能改成小柜子 也加几个抽屉板 这就成了小柜子了 所以说从古代上来说 那这一特重要的一器具 咱看《红楼梦》的时候有一章节 还记得吗 就是这宝玉挨了打 王媳妇说了一句 赶快叫那丫鬟拿这个 说你看这哪还走得了啊 用春凳给抬下去 所以这个春凳是可坐可卧 还能当担架 还能当担架 所以是非常这个方便的一件器具 这件东西呢 风吹日晒雨淋 这是有意为之 老的东西它不会每个地方都这么脏 都这么旧 往往坐救而至的东西是 前后左右 上下 里里歪歪 它都救 好了 接下来 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 这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 号称清早期苏公子檀木笔筒一个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选择 都认为对 那个二号你说说它哪对啊 因为我找不到哪错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都对 所有人都认为对 王大师您觉得对吗 我觉得应该是的 也是对的 是吧 这个很雅气 做得很秀气 一眼就对 是吧 很古雅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关毅先生宣布 清早期苏公子檀木笔筒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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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 恭喜各位各加一分 这个其实还是挺开门的 包姜啊 皮克 包括这个打挖起馅啊 非常典型的一个器物啊 这东西呢叫灵口笔筒 也可以叫灵花魁口 就跟那馅儿魁似的 仔细看这个东西 跟其他普通的啊 这个还有点区别 因为他的打挖起馅儿 还有这个东西 是非常的讲究 而且非常的得体 你看他整个的壁 有些东西也做这个造型 形成是六栏的啊 六角的 但是呢做不出这股味儿 这有些时候做器物 不在于大于小 关键做出他那种文人的风骨来 这种味道 尤其文房的器具 你看啊 有的时候这腰 还有这个馅儿 还有这个打挖的这个弧度 就差了那么一点儿 那个器物就变得很浊 很笨 所以玩的就是精致 和他的这个艺术性 好 谢谢 所以各位都有充分的文人气 一看着这个就太好了 这一看就是好东西 这么好的东西 它得值多少钱呢 十万元 六十五万元 十二万元 八万元 十八万元 十九万八千元 出价最低的是四号 说一下您的理由 这几年那个小爷子弹 那个这种文王器的东西啊 现在都在那个市场上慢慢的地下 没有什么那个高的价 就是热度下去了是吧 对 热度下去 热的时间长了 所以这些慢慢的 反正不说它走下坡路吧 它有点凉了 是吧 好 我们来看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对于清早期苏公子坛木笔筒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五十万元 二号加一分 这个价格针对四号刚才说的市场情况 关系上怎么看 如果是普通的这个老的笔筒啊 刚才四号说的很好 就是十万八万啊 这个就都已经很高的价格 就这意思 拍卖行要给这个价格 也有几个点 一个它的出处啊 就这个笔筒历史上可能谁用过 它有一个名的注录 然后上过什么样的这个专辑 另外一个呢 是否啊 在这个海外 包括这个在大型的这个拍卖行 这个过去见过价 也就是跟它的前几任主人就相关了 所以既然能出这个价格 不是单纯子坛 和做工 刚才我说的打挖呀 起线啊 甚至一木挖制啊 这个都不是决定的因素啊 因为五十万这个价格 它就不单单是子坛的问题了 它就一定有一个传承有序的问题 它必然有它背后的这个原因 否则它值不了这么多钱啊 好 谢谢 接下来是下一件宝物 一件兵器 好 这个宝物一拿上来 大家都很感兴趣 这是什么玩意儿呢 一号你觉得这是什么呀 古代的AK47吧 这叫什么呀 这是什么东西啊 哥 不用客气 你哪年呢 这个更哥 这是大哥 您是比他还年轻点 我是二哥是吧 二哥 这是二哥 叫哥 画干戈为玉帛那个哥 宝主认为 他是战国云类文青铜鸽 看着像什么时候的呀 上周的吧 新的 一号仍然是新的 三号呢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以为是蛋弓子 就是那种 崩弓子呀 对对 这崩弓子多拉手啊 是吧 这俩还不一样 特甲那色 就做旧的那个色 特甲 然后另外一个上面画的那画 一太阳一鸟 就是特甲真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这个什么东西 五号 六号有不同意见吗 没有 就觉得这个气情挺奇怪的 你看一号还能叫哥 后边都懒得叫了 这叫什么崩弓子 什么的 对吧 原来我很失望 怎么你们都认为它不对呢 其实你们应该仔细再看一看 我们来看各位的选择 呦 还不一样 我还以为你们齐刷刷的都觉得不对 一号认为对 一号说一下理由 您是第一个管他叫哥的 我觉得秀挺好的 而且上面那个 还有最原始铸造的那个黄金那个感觉 有时候真理啊 就是这样 接下来 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杨宝杰先生宣布 这件号称 战国云雷文青铜鸽 描述 错误 二三四五六号加一分 加一分 这个不是实用笔 这是礼器 做样子的 这个阁呢 不是咱们这边的 这应该是 叫落月文化吧 刚才那个三号说的 上面有鸟有太阳什么的 那都是典型的落月文化 包括越南 就是越南 这一圈 一个文化圈 就是落月文化 这个出铜骨 出这阁 比咱们这个 比咱们这个中原文化晚 就是像这个 咱中原文化应该叫西州 它那边就是战国 汉 所以我们能够断定的是 它一定不是一个战国的青铜鸽 对 一号你是不是心里舒服点了 还行 这鸽不白叫 你回头好好研究一下这鸽吧 好吧 是是是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是今天的第七件宝物 请看短片 宝主认为 这把承扇是民国时期 书画家徐寿辰和王欧来的 合璧作品 徐寿辰的细笔山水人物 精妙绝伦 更善写迎头小凯 明文侠尔 整片借八百字的藤王格序 他只用了火柴盒大小的面积 每个字 仅仅只有两毫米左右 承扇的另一面 王欧来 截选的藤王格序 疏密相见 笔画精细入微 方寸之间雅致得体 那么这把承扇 真的是出自徐寿辰王欧来之笔吗 我们有请保主王旭宁上场 有请 各位嘉宾好 各位徐寅老师好 主持人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保主 这是您最近刚刚收藏的 还是一直在您家搁着的 我对书画不是特别懂 是吗 也是一直在恶补 这也是自个在咱节目上学习 在实战中买的第一件 说得好 很多朋友看完我们节目 就敢买东西了 你也算一位 对 为什么要买这一把 这两位是谁 对 其实这两位的名头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它上面的那迎头小凯写的那小字 当时我让朋友看 朋友说这个小字它特别讲究 说是古代用老虎的虎须 嗯 就那虎须呢就是要硬吗 然后它那虎须呢也只有什么 就是老虎的胡子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很难 第二来说呢就是这个对说法造诣啊 就你写这么小的字对体力的消耗 对就是它这个文字 对势力的消耗也不小啊 对对对 要作假都很难 所以说我是认为它是一个真迹 但是我主要还是想让专家老师看看 这到底是不是用虎须它写的 你是为了鉴定它是用什么工具写的 对 那我们这就有行家 6号是吧 非物质文化遗产做毛笔传承人 老虎的胡子能做笔吗 我认为老虎的虎须做笔 应该是一种传说 相传有鼠须笔 鼠须 鼠是老鼠 曾经说是老鼠 也有说是松鼠 相传王羲之写蓝婷须 用的就是鼠须笔 其实还是用黄鼠狼 狼豪尾做的比较多 我呢 这个 这里就带来了一支笔 这是什么笔啊 这就是狼豪小凯笔 不是那个他说的 不是虎须笔 因为一根虎须啊 是做不成笔的 我是这么认为 一根毛不可能做笔 一支毛是做不了的 即使再出也不行 因为他要有主豪 辅豪 叫强者为任 诺者为父 要配合的 要配合 要配合 你看我这支笔啊 是一支这个普通的小凯笔 就可以写出来 相对小的一点 六号就是说呀 哎呀你这不是小吗 你非说用一根老虎的胡子写 没事我拿一个正常笔给你写 来我们欢迎六号给我们展示一下 来掌声 掌声 掌声 我们顺便问一下李学伟老师 徐寿辰王欧来 这是什么名头 两位呢名头不大 是民国时期 徐寿辰是民国时期的 一位书法家画家 书法呢就是以写迎头小凯著称 嗯 而且呢这个 这个盈头小凯在民国时期 当时非常有名气 呃王欧来呢 是民国时期的一个书法家 呃 历史记载呢 就是很少 只是在一些小型拍卖上 呃有他的作品 而且写的功底非常深 呃 这把扇子呢 就是前后呃 呃非常协调 嗯 诸连必合的一把好扇 原来是这样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选择 请看 哎 所有人都认为 对啊 都认为对 接下来我代表李学伟老师宣布 这一件号称 徐寿辰王欧来书画成善 描述 正确 各加一分 王欧你高兴啊 对 证明我在咱节目上的学习啊 嗯 还是有收获 而且还买对了 哎呀你这个话说的我们这个舒服 啊 那你当时花了多少钱呢 呃 这个保密 我心理价位呢 他至少得值20万吧 三号你觉得他这个心理价位客观吗 我觉得他这个心理价位有点低 嗯 还低了 对 关键是旁边的那些小字真的是太小了 是非常小 那个太难了 嗯 我不知道一会六号他写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嗯 但是我觉得可比性可能会稍微的弱一点啊 我认为啊 因为我不太相信他能写出来那么小 而且那么规整的字 所以我觉得20万是不是有点低了 有没有人想批判一下三号这个这个想法 我觉得不对 他这个写的难度的高低和他那个值多少钱 不能画绝对的等号 嗯 不是说这个事特别难 他就一定特别贵 对吧 对 4号怎么看 我觉得5万 5万为中兴吧 也就5万块钱 5万块钱对中兴吧 好谢谢 6号看样子是写完了 来我们把6号刚刚现场写旧的抄小字 我们拿上来对比一下 这是我们的6号夺宝人 现场用一只普通的小凯笔 普通小凯笔 火 来各位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稍微啊 比这个古人的大一号 但是也够小了 你也看一下 你也看一下 看一下 是吧 够小了啊够小了 看着跟假的似的 但是确实就是 当着我们的面写出来的 就写这么小的字啊 手得稳 功底得伸 比要好 来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出价 1号出价36,800元 2号说就2万 3号 果然给了一个23万8千元 5号15万 6号也是15万 我觉得6号给15万肯定有 来自比肩的感悟是吧 对对对 6号 您这个15万是什么样的理由啊 在我写的时候 屏住全身之力 可以说是非常的累 会消耗很多的元气 元气 对 真是很费力气 另外这个 这么好的画 又是两个人的合作 精心合作 我认为15万 应该不算多 是合理的 合理的 好的 接下来我们看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对于徐寿成王欧来书画成善 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就是2万 陶明龙 王燕光 各加一分 很多人就问 迎头小凯是什么意思 迎头小凯呢 顾名思义就是 苍蝇头大小的 这个字 叫迎头小凯 书写非常难 一定要有一定的功夫 没有书写功夫 写不了 这件成善呢 确实是非常好 这幅画呢 这藤王阁 如果在善子上画这藤王阁 画这么细字 也是非常难的 所以徐寿成这个人呢 非常有本事 如果要活在当今 这价格是不得了的 可惜就是名气太小 所以这个价格呢 也没有人去炒它 只是喜欢书画的人 喜欢收藏的人 真正收藏的人 才去买 所以价格呢 一直也上不来 像这类东西 我见到2万 我都可以买 确实非常精彩 好 谢谢李修伟先生 好 接下来是 今天的第八件宝物 第八件宝物 号称是 谢志柳 花鸟 历州 谢志柳先生呢 是我国著名的 书画大家 又是鉴定家 当过全国古代书画 鉴定小组的组长 书法呢 是师从前兵三 画呢 受张大千影响非常大 形成了自己这种色彩艳丽 用笔大气这种风格 但是他的工笔画呢 还是沿袭了张大千 工笔画那种风范 这件作品就属于 工笔的一种 一个花鸟 好了 我们来看第八轮 大家的选择 看 没一个人认为对啊 感觉他这个色色呀 有点太黑太暗太重了 谢志柳的风格是这种 比较艳丽一点的 但是我从这个画面 感觉不到艳丽 有点灰暗的感觉 对 那这个呢 首先第一呢 是他的颜色过于单一 第二呢 我是觉得他的那个构图 留白太多 就是感觉他那个枝子 没有往上延伸 所以我觉得他的构图 也不是特别好 有白太多了 字又没写够 是吧 留那么些白 你多写点字也好啊 然后一想 算了 本来这就不像谢志柳 再多写几笔 更坏了 是吧 对 主要是颜色实在是 没有那种风格 其实鲜明的都认为 这一定是个伪作 但是你没有人能说得出来 谢志柳的风格是什么吗 除了这个所谓的名艳之外 4号 那个鸟 那个鸟 鸟又有那个谢志柳先生那个风格 有点 还真是谢志柳 好 接下来我代表李学伟先生宣布 这件号称 谢志柳花鸟立轴经 李学伟老师鉴定 他是 假货 各加一分 好 李老师您觉得我们左宝人刚才已经把他的毛病说全了吗 没说全 但是这水平确实是都高了 还可以 这个从落款上看确实有谢志柳的风采 书法很像 书法非常像 只是画呢 就是与谢志柳的关系不太大 倒有点张大千另一个学生 这个田世光的这种感觉 而且这鸟啊 画的确实跟谢志柳的鸟差不多 鸟确实有他的意思 确实有这种 我们这个一锤定眼这个来的一些夺宝人呢 确实眼力越来越高 是是是 像这类这种做假的话 在一些小拍上小型拍卖 不知名的不知名的小拍卖公司 可以卖个几千块钱 在我们这一下全拆对了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我们这节目是不太利于 不太利于一些小拍卖公司生存的 老看我们这个小拍你们都不去了 这也是对长假的一种保护 也应该是这样 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可能也 也会经常在网上淘一淘啊 哎呀有些 这个名家的东西看着也画的挺好的 说贵吧也不算贵也承受得了就买了 哎呀千万别上这档 全是这路子 好了 接下来是今天 常规阶段的最后一件包物 现在已经到了今天常规阶段的最后一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大家的积分 来看一看 一号有五分 二号有十分 三号八分 四号十一分 五号六分 六号七分 目前排在前三位的是 二号三号和四号啊 最后这件宝物 号称是 名字非常的复杂啊 号称是清代同印 大家需要判断几件事 第一 它是不是同印 第二 够不够清代 我们来看看各位的选择 有两位认为它是清代同印 两位女士都信了 四位男士认为这是什么呀 我们来听一下六号的看法 我感觉应该更早一点 好好好 因为什么呢 老董吗 老董风流 我猜一下 应该这个名以前 董奇昌吧 您胆子还是不够大 是吧 您为什么不猜董卓呢 是吧 四号您这是行家了 为什么不对啊 下面那几个字 我觉得我还认不出来啊 我觉得是那个电脑那个 电脑刻的 刻得出来 对 三号为什么认为对啊 我的想法跟四号恰恰相反 我是看到它的那个印 就是它刻的那个字 我是觉得电脑 不会刻成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手工刻的 其次呢 我是觉得它的那个铜啊 就不像说是现在做的那种 老铜 发的那种贼光啊 就是那样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 挺好的 对 来一号反驳一下它 告诉它怎么回事 我正要反驳它 我觉得它那个里面那个印尼 刚看了一下 它里面印尼有的到有的不到 如果是老的话 基本上都会浸进去 这都好像是那个办公印尼 刚往上涂的 就发现一个细节 发现一个细节 它这个这个底部啊 非常平整 我们一般刻印呢 都知道 印面 也有一种那个是铁线转 是弄完平面以后 把那个转字握好 焊进去 就是它不是拿铜鸽的刻出来的 是放进去的 做好的这个 焊进去的 有一种那种 也有这种可能 但这种就是新的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这就是新的是吧 这就是新的 王大师您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是老物件 是老的 对 因为它的卷书体 这个铁线卷吧 这是刻的比较好 挑的比较流畅 你支持两位 二号三号的看法 好的 接下来 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杨宝杰先生宣布 这一件号称 清代铜印 这个印文叫 老董风流尚可攀 这枚印章 经杨宝杰先生彻夜鉴定 结论是 描述正确 二号三号加一分 四位男士加上我一肚子疑问 我到现在我认为 六号一号说的 跟我的想法很接近 我们要请杨老师为我们解惑 这个我们怎么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清代的呢 第一是造型 造型这个铜纸啊 还有这个造型比较老 还有印章 印章里边就是 刚才说的印章 刻法 这刻法非常老 就刚才一号说的吧 说有那种盘条 就铜丝盘着 那把你挖出来的字 那个是唐代的 这是挖出来的字 那是唐代的风格 这个就仿唐代风格 应该是仿唐代的盘条印 盘条印就是用铜条 这个做完之后 焊上去的 这个看不出来是铜的痕迹 铜的它不会底下清那么干净 这个这里边的老董是谁呢 刚才六号说的 董继昌 董继昌确实说过这张 这个字什么 就这个题 是在元朝王鹏的画上 前面是阴牙 基铁 树斑斑 老董风流沙可叛 说他的画呢 跟那个董元的风格一样 这说的是董元 北元 东北元 就是五代的画家 所以他这个呢 是那个出处 东西开门 东西真的 没问题 好了 请问 在机构眼里 它会值多少钱 请各位出价 我们来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对清代同印 老董风流尚可叛 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三万元 最接近的是石入家 一号 这份他拿是最浪费的 是吧 你拿的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你好像你追上了五号 就是你们两个人一块垫底了 就这个意思 还好 三万元的估价是怎么来的 杨老师 这个一个是他这个造型 还有一个铜的比较难得 这方印也有过注录 进过注录的 对 有这方印 那三万块钱差不多 差不多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最终环节的三位的分数 排名第三的已经没有悬念了 是三号他有九分 而四号和二号都有十一分 这怎么办呢 二号和四号两位 请听题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香炉 是汉代的柏山炉 而柏山炉 是因象征着一座仙山而得名 实际上也有这么个地方 那么柏山 位于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给了四个山东的地名 A 彭莱 B 青岛 C 滋伯 D 东莹 开始 二号抢到 拆A 彭莱 彭莱 是吧 彭莱 四号得乐的呀 四号美坏了 四号如果你答会答哪个 C 滋伯 滋伯 对不对 正确答案是 滋伯 四号加一分 都写柏山了 他要写来山 你还能想一想 是不是 我们今天进入最终环节的三位 一兆得分高低 依次是四号二号三号 恭喜三位 我们来看看最终环节的宝物 谢谢 这件青乾隆 紫檀嵌嵌骨雕雁 雁平 出自青乾隆宫廷造办处 高二十九厘米 宽二十厘米 紫檀做框架 平线分两面 正面雕嵌嵌骨 染色做彩 组成一幅梧桑枭下图 构图成趣 堪为绝妙 背面平线 预提师数据 若乾隆 炳子春之款 前乾隆之印 整件雁平 雕欠之旗 引人称绝 二零零九年 一件青乾隆 紫檀嵘 云龙欠股玉币 预提师雁平 以560万元人民币成交 那么今天 这件青乾隆 紫檀嵌嵌雅骨雕燕瓶 价格又该几何呢 这个环节为大家拿上来的 这是一件青乾隆 紫檀嵌嵌雅骨雕燕瓶 我们请关毅先生 讲一讲这件宝物 请 这是出自清工内务府 招办处的燕瓶 这个燕瓶什么意思呢 就是放在燕台边的 这个小屏风 也叫叉瓶 这个东西相传呢 燕瓶是苏东坡发明的 就为了阻挡这个燕台人 这个墨干 还有呢 这个落灰 到了明清时期呢 这个燕瓶才开始大发展 尤其是在宫中 乾隆皇帝呢 酷爱这种风雅的东西 上面呢 刻了这个叫 梧桐萧夏图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在乾隆朝 这个过程中啊 就有几年的年纪 特别的热 酷暑难耐 所以这个最热的有一年 叫乾隆八年 有多热呢 按照这个文献记载 最热的时候达到44.4度 咱们看这个 这个屏风落款 是乾隆饼子吧 这一年呢 夏天也是酷暑难耐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一件茶瓶呢 根据这个题材 在萧夏 这样做的这样一个小的这个屏风 当然呢 它工艺做的是极其的精湛 非常逼真 那个上面一共刻了12个人物 有对湿的啊 有喝酒的 有这个行走的 我们拿着放大镜看 每个人的那面部的那种形态 都是栩栩如生的 所以说 今天看到这件东西呢 我们能看到 这是真正内服造版处啊 出的这种精品中的精品 到今天来讲 这个在各个博物馆 这东西也是难得一见的 这样的这种真品啊 我们今天一般的是看不到 这样的这种打字 好 谢谢关先生的介绍 你给杨先生都说天了 他一想他那是没有 真没有啊 真没有 真没有这样的 在我们的专业机构眼里 这样的一件 清乾隆 紫檀 倩 雅谷 雁平 会值多少钱呢 出价 开始 十秒之内 三位都不出价 四号必须率先出价 四号 一把八十万 一百八十万 一百八十万 低了 继续出价 三百六十万 三百六十万 低了 继续出价 十秒之内 三号 六百五十万 六百五十万也是郭东晓的首次 也是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出价 六百五十万元 非常抱歉 低了 四号 八八万 唐命龙的第二次出价 八百万元整 三号 五百五十万 八百五十万 两位在继续出价之前 王大师给个提示 您取得多少钱 五百五十万 应该在一千万左右吧 二号 一零八零了 一千零八十万元 是王雁光的最终出价 这个价格如果低了的话 那么4号今天的冠军 唾手可得 请听提示 1080万元 低了 我比他多一万 1081万元 是陶明龙的最终出价 我们来看看 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专业机构 对于今天这件青乾隆 紫檀欠牙骨雕雁品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1480万元整 恭喜4号 这个做这个东西 是乾隆亲自要过问的 他不光写了诗 你看他用的那个章 一个钱一个龙 这都是皇帝非常喜爱的 这个品张 保存的品项 这么完好 传承有趣 而且呢是这个精品中的精品 好 谢谢 谢谢关羽先生的讲解 是一件国宝级的好东西 好了 接下来是今天的颁奖 我们有请4号 唐明龙上台 邀请我们请高级工艺美术师 王立新先生 亲手颁奖 好 谢谢王大师的颇奖 感谢三位老师的坐镇指点 谢谢三位专家 谢谢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这里是一锤定音 我是主意 下周见 感谢神接下来 天wah 我们下周见